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老師您先進到這個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 在任務裡面呢其實有幾種方式可以呈現 比如說像您剛剛看到我可能其他課程 我就用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這樣方式上 但是如果是像比如說一兩次見面的 那我是覺得這樣可能效果就比較差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就是不同的類別 那我們先看這個延期資料裡面 延期資料裡面的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報在這邊 進來 這個是連接到一個PREX的簡報 那基本上現在它中文應該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老師如果以後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用這個方式做簡報也還蠻不錯的 什麼叫做PREX的簡報 就是它本身 因為我們一般可能大家比較常見就是PowerPoint 對不對或PDF啦 可是呢它有點類似我們講的叫做新制圖的概念 新制圖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我是一整張好像一張大海報一樣 那我在做簡報的時候其實我就不用一頁換一頁 那我們可以做整體的設計 整體的設計 所以呢今天如果我在這邊 開始 欸我看一下這邊還在下載中 我稍等一下 我的任務看不到裡面 你已經在五六七個月了 欸好我再廣播一次 你們看一下這樣有嗎 那簡報部分我們待會再來看齁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先看看這邊 先看看這邊齁 您呢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 這邊我們剛加入群組的方式齁 也可以從這邊 像這樣子 把它進來 如果說您有取得那個代碼的話可以像這樣從這邊把它加入 好的加入那這樣也是可以 好 那因為剛才我們是用開放的所以就 您就直接進來就OK的 OK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在這邊 有沒有 像這種方式做簡報齁齁 那就它事實上是一樣很大張的 好那其實比較理想的方式 但是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請同學回去先預習一下 然後沒有人理你嘛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不回去做的都不做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幾乎好像老師都覺得好像很難達到齁 對啊 而且其實你講的你也不知道到底達成率多少 對不對 對我們只能老師最後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透過考試啊分數的一種途徑嘛 去讓同學做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這個是理想 我們能夠盡量做到 哈哈哈哈 所以我現在上課我會盡量就是 提前公布給同學知道說 我這一次今天或者是幾天之後 我們要上這個禮拜要上什麼 那您可以看一下 但是同學如果你只是文字式的通知他 像我在數字學比賽我也會講 我也會通知說 欸同學我們這一週要做什麼範例 但是這樣效果比較差 因為文字一看了就 看第一個字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所以現在我通常會這樣子 因為我做的是動畫的部分 所以我就會把那個範例把它放在裡面 這樣可不可以有一點視覺效果 哈哈哈哈 吸引他一點點 那所以會類似像這樣 那上完課會再把影片 我們上課錄影片再PO給他 反正你看完了 你也可以來這邊看 雖然數學平台來上也有 但是我會像這樣把它放進來 那有一些資料我也在這邊就丟給他 就丟給他 像這個台灣霸這個 最近也蠻流行的 欸這也是文創的一種 他講歷史的 有沒有 我會像這樣 就是讓他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到底要做的哪些內容這樣子 好 那 OK 那我們回到剛剛這邊來看 那當然除了課學預習的部分 真的不容易做到 那再來就是說課堂練習 課堂練習 他來到課堂上除了學以外 事實上還是要多做一些練習 這樣彼此可以做互動 好 那最後呢 回去 至少要能夠複習 所以我平常上課都會錄影 以前其實我能夠做的主要就是後面這兩段 但是用了彎道之後 欸我現在反而會把這一段都加進來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很清楚知道同學有沒有看 好有沒有看 那有看的 就可以給他加分嘛 所以您可以看到這邊 比如說 欸像我們剛剛進到這邊來 這裡任務 好 如果呢 同學有看的話 有看的話 比如說 欸他有看 那我點進來 我就直接給他表現嘛 老師都做過幾點嘛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對啊 你都可以自己 哈哈哈哈 然後把他勾起來 OK 然後 對對對 當然當然 然後這樣子 對不對 對 這就是跟那個空大一樣 電視在播 很多 但是他在 哈哈哈哈 對對對 那所以呢 為了以防 這種問題 您可以從這個 學習時間也可以看一下 好 也可以稍微簡單看一下 當然 沒有辦法說完全 確認 因為數位學也是一樣的情形 有時候電腦前面 心不在那裡也是一樣 哈哈哈哈 那跟一般上課沒有什麼兩樣啊 人道跟沒有道一直是相同的 好 那只是說我們可以從這邊 透過這個所謂的表現 讓他可以 增強他的正向的部分 盡量我都盡量減少這一種 哈哈哈哈 反正打慢太久以後就沒用了嘛 這個也可以自製 可以自己製作 OK 那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負面的我盡量減少啦 那就是盡量還是提供正面的 正向的鼓勵他會比較好 那我們透過這個方式讓他去瞭解說 其實他如果有做的話 我們可以多給他一些鼓勵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的簡報裡面 就是這樣的話其實是 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個裡面有幾段影片 其實我們現在所謂的翻轉教學 除了一般我們比較常見到就是 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自我學習的部分 自我學習的部分 那您可以看到像這段影片 我是覺得也蠻不錯的齁 我是覺得也蠻不錯的齁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can do is to make sure we got the world class education system for everybody That is a three-requisite for prosperity It is an obligation that we hav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I looked at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I said What's wrong with it And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I found was 比如在Polence裡面 它就是像這種 YouTube的影片 它就可以直接在裡面 就直接播了 是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可汗學院的創辦的 How can you make that nine-year-old sit in a class and say Do me seventeen times tables What for What if I were to say That arithmetic As we teach it today Is an obsolete skill Okay The whole world will rock If I say that Because they will say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That's the core Core of school education Core of the military Go back 200 300 years In this country And say that You know 300 years later No one is going to teach anybody How to shoot a gun And no one is going to teach anybody How to ride a horse And the teacher is going to say You know Those are basic life skills This guy will get killed when he moves up And he said No man The world will have changed These things will become sport Shooting is sport Horse riding is sport 好 那我想因為影片比較長 我們大概就知道 大概這樣子 那您老師有空的話 你可以回去再做閱讀的動作 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一下 就是說 欸你們發現說其實 現在這個教育的方式可以 我們其實目的沒有變 還是教會學生嘛 但是就是我們 方法 我們可以稍微做改變 可以做改變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在這邊 這個呢 是您手上 我剛剛看你應該有 老師 剛老師我把他印出來 就是 老師您現在示範了 就是我為了這個 Curse的一個 對 剛好跟我們 我們今天延期的資料 放在上面 那我告訴你 可以學這種 那個是 以後下次延期的 木 自學的話 其實這個自學很快 因為他就是在線上直接編輯完整 是的 是的 就像怎麼弄 做PORCODE的印象一樣 是的 可是他懂他的情緒是這樣 對 只是說給老師看一下 他其實 簡報不一定 一定要用武漢拋風 這樣子 好 那您在這邊看到的 這個研習大綱 就是基本上 您手上拿到的 那我就 不用介紹 我就直接往下就好了 來 好 那我們剛剛呢 大家都已經有先註冊 OneNote 已經取得今天的入門票了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 其實您如果說 您想要利用OneNote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叫您可以這樣教這樣學嘛 那先學會怎麼用 對不對 還有呢 其實它OneNote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就是好像一個學習的 一個平台一樣 它上面有很多別人的整理的資料 慢慢的資料現在越來越多 那第一個動作其實就是 您要會做所謂的知識的訂閱 知識訂閱 您會發現您現在一進去 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看起來好空喔 有沒有一點空虛的感覺 可是 沒有關係 您可以來看一下 您進到這個OneNote之後呢 您 可以從這邊 那我們先講一個地方 就是在這邊 它 下次您如果 在登錄的時候 它會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首頁要設在哪裡 你的首頁想要設在哪邊 那預設的話呢 是在個人這裡 預設在個人這邊 所以它會幫你 你學習過的 實數啦 你學習過訂閱哪些知識啦 群組啦 一些活動訊息顯示在這裡 那我通常是把它放在發現這邊啦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我還可以看到更多別人的 我又可以學習更多 比如說呢 如果 點了之後呢 這樣就可以 它就進到這個發現 那發現裡面呢 有海洋榜一個什麼 最新的 那發現它有分兩個 一個叫知識 一個叫群組 那在網路裡面最重要就是 有一句話叫知識就是力量 因為它所有東西主要都是來自知識 有點像我們學校那個數學平台 我們是不是都有一個那個 上課教材 它有一個這個 在左手邊 比如說 欸對了 我的平台的部分 我今天有先開放出來 我總共有三個是open的 放在這裡 老師如果您進到LMS 在這邊 一個 兩個 三個我都已經open了 您不用加入就可以看得到 嘿 那像 比如說我們進這個動態視覺後3D的 3D的 那 平常就是 老師在用學校的這個LMS 是不是都要先有三課教材 對嘛 不然只剩作業而已嘛 呵呵 沒有教材就剩作業 所以 你要先經過這邊 那麼 我們在OneNote也是一樣 就是 您的這個知識 可能可以來自什麼 可以來自別人的 也可以來自什麼 你自己建地了 你看我們的教材也是一樣啊 有些是老師自己做的教材 對不對 自製的教材 那有些是別人的教材 網路上的啊 都一樣的概念 所以呢 在OneNote這邊呢 您進來之後 您進來之後 怎麼樣去訂閱 我們先一起來看看喔 您可以從這裡 從這邊 比如說我先找知識 知識這邊 我就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 哪些 比如說這個 如果我喜歡 這個我好像有訂閱過的 來 我先 找一個我沒有訂閱過的 查看全部 更多 更多 好 假設這個好了齁 好 點進來 那如果這個我沒有看過 你看上面是不是有個叫訂閱 有個訂閱 你就可以把它訂閱下來 那 你就可以做學習 那你說我沒有訂閱 可不可以學習 也可以 你看下面這邊 他有沒有像這樣 這個是分類 好 這單元啊 我們講的那個叫做教材 那下面這個 他像他的這位 他整理的 他就是來自什麼 影片類型的 有沒有 然後這裡有一個課後練習的 好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訂閱其實也可以看 只是呢 你就只能直接在這樣看 他就不會把你做所謂的學習紀錄 那如果我有訂閱之後 有什麼不一樣 有 你看齁 我找一個 我們剛剛那個 我如果有訂閱之後 像這個是我有訂閱的 這裡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這裡不同的 而且您注意一下 跟這邊也不一樣 剛剛的話 是不是只有 比如說影片 就只有影片而已 前面現在是多了時間 也就是說 您在這個地方呢 像這裡我有看過的 他會幫您記錄您的學習時間 好 幫您記錄學習時間 那麼 在紀錄的過程裡面呢 像我們學校數位學平台 也有一個什麼 也有一個筆記的功能 對不對 老師有用過嗎 我用了之後就沒有再用過 因為雖然有開放同學整理什麼 可是大概很少 哇 哇 這個實在 這個很 好我看別的 好的 老師請說 老師請說 我們訂閱的話 它就是開放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涉及到 就是我們修飾可以把它 等一下來 對不對 對對 那這裡面的話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 我們也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的那個 如果是老師自己整理的 我們今天放在這邊的話 別人也可以下來 您可以決定要開放或不開放 對 比如說您看 像我自己的知識 或者是群組 我在這邊 我自己建立的 我可以選擇 像這個是開放的 那這個就是不開放的 這樣就可以避免干擾 如果說老師不希望說我的東西 給別人用的話 欸我可以 像這個方式 我整理我自己的方法 就好了 所以只要它開放的 我們拿來 就沒有侵權問題 呃對 理論上是這樣子啦 但是當然它 如果是放侵權 又開放 那是 它的問題 嘿 OK 那這個呢 是第一個先給老師看一下 就是說 如果您是透過所謂的 知識 我們可以去訂閱別人的 好去訂閱別人 那訂閱之後呢 就可以像這樣 我就可以學習 那學習的過程裡面 學習過程裡面 比如說您看 像我用我自己的好了 這裡 進來 如果你有訂閱了 我用這邊 好 比如說認識這個 我把他點進來 那 我們剛好提到就是 數位學習牌有提供筆記功能 可是大多數 可能老師比較少用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不行 好 來吧 換一個 好像這裡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有個叫塗鴉筆記 嗯 那我們就可以試看看 等一下 好 下面這邊會出現那個 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 好 那 比如說預設是在筆 那我就可以去做 註解 像這樣 那甚至呢 你當然也可以打字 好像Word的那個文字方塊一樣 我今天如果某一段字我要放進來 也可以直接把它丟進來 好 那這裡有橡皮 好的之後呢 你可以按 送出 那麼它也可以Play一下 你就知道你當初怎麼畫的 好 那如果沒問題我按送出 你看我們右手邊 你看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這裡也有一個了 它沒有限制你的筆記 就是那個塗鴉筆記的數量 比如說我點到這一個 點到這一個 嗯 那這次對方開了什麼筆記 預設如果您不開放 比如說我這樣鎖起來 那就代表說 只有你跟管理者看得到 你自己跟管理者看得到 那如果你開放 那就是 所有人都可以看 所有人都可以看 那除了這種塗鴉式的筆記 您也可以做什麼 做這種一般文字式的筆記 那按Enter就進來了 如果說你有需要再編輯 就繼續編輯下去 這樣就可以 那一樣它就是有文字式的 跟什麼 跟這個塗鴉式的筆記 那會像這樣記錄住 那麼這個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 如果您當作是自我學習的方式 您可以像這樣 透過它的知識 我去訂閱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 比較方便去做學習 那直接筆記就在上面 隨時可以看 那您如果進到您自己的首頁 點它的Logo進來 您也可以知道說 我總共 建立了哪些知識 訂閱了哪些知識 這邊都看得到 這邊都看得到 所以這個是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如果去訂閱別人的 那 在您要做自己的知識之前 您可以先跟我一起來玩玩看 就是我們的 這個 玩弄裡面的 你看我們任務裡面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教材跟測驗提醒 對不對 我們先一起來看看好了